講師親自教學 設備細節 這不是一般的學校 而是護國神山台積電位在中科 示威廠的新人訓練中心 以往都相當低調 如今收度在媒體前公開 整個訓練中心是模擬 實際的這個晶圓廠來做操作 甚至連上億元的機台 都可以讓新進人員實際上手 上到機器下到環境地板 都比照生產中的晶圓廠 就連要價破幾十億的 Elsmo神秘機台 也都能實際操作 缺席障礙排除 整個中心有六十六位 平均超過十五年的經理副理 組成教師團隊 提供四大課程 截至十月底已經培育超過 六千三百位台積生理軍 讓新進人員快速融入 針對舊有設備工程師 鼓勵創新改善產線 台積設備博覽會舉辦十一屆 也是第一次曝光 原本透過人工搬運的晶圓 導入氣密龍車 更由自家工程師 研發優化 一顆可以裝載 二十五片晶圓 重達十公斤 龍車一次可以裝六顆 總價值破四千五百萬台幣 由機械手臂操作 降低損耗率約百分之十 來到場務部分 3 2 1 好 學員模擬進入場區 遇到狀況 一如停電該如何處理 台電另一座訓練基地 內部稱為廠物學院 操作的學員就是來自 日本雄本廠的廠物工程師 經過授訓後 平均上手時間 從六個月降到四個月 讓人才快速投入生產 不會半導體事況 雜重金訓練 熱手格羅方格卻大幅裁員 呈現兩樣型 科技業確實會出現一些 真材贓物兩樣型的一個情況 也就是大者 恒大 這種龍頭場可能持續訂單 還是暢旺的 台積電看好長期發展 最重要的就是人才 除了新進員工 更與七所大學長期合作 向下扎根 創造屬於台灣的半導體人才 暫屈使用方向 台中報導